你知道怨言就像垃圾车的音乐吗? 欢迎收看维他命师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我的父亲从小身体就非常不好 那他生前很喜欢去医院探病 很喜欢去医院帮助很多有需要的人 曾经有一段往事是一位前辈跟我讲的 他说他以前有一段时间也照顾他的父亲 那我的父亲去探望他们 当时他压力非常大 我父亲给他一个建议 跟他说丫头 如果你真的觉得压力很大的话 你就去对着镜子哭五分钟 你要怎么哭都可以 但是哭完了以后 把眼泪擦干 重新再来到上帝的面前 继续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那位前辈他就真的照我父亲的说法 他真的去来到镜子面前开始哭 但是他说他只哭了三分钟 他又再也哭不下去了 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在镜中哭着的自己 实在是太难看了 这件往事我父亲并没有跟我提示 别人转述给我听的 但是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允许自己哭五分钟 对我们人生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给撑着 好像不能够发任何的怨言 不能有任何的抱怨 但是怨言也好 抱怨也好 哭诉也好 要有一个停损点 不要让自己永无止境地抱怨下去 我们都不是圣人 我们都会有需要发怨言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难免要抱怨的时候 但是切记 不要让我们的抱怨变成习惯性的抱怨 一旦我们养成习惯性的抱怨的时候 无形当中 不但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 反而会让我们引来更多不好的一些事情 我很喜欢这样形容 怨言就很像是垃圾车的音乐 大家有没有发现 垃圾车的音乐一响的时候 大家都把垃圾全部集中到那边去了 我们所发的怨言 也容易有这样的效果 当我们变成一个习惯性的抱怨的人的时候 很多很不好的一些事情 反而就会接踵而来 因为大家觉得你就是一个不够好的人 大家就把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开始慢慢地往你那边去堆 对我们的人生不见得是好事 怨言就像垃圾车的音乐 要谨慎地发怨言 不要变成习惯性的抱怨 不然对我们的人生 可能会是一种不好的恶性循环 亲爱的朋友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些宣泄的空间 但是切记 不要让我们的哭诉 不要让我们的抱怨 变成一种习惯 我们要懂得让我们的抱怨 让我们的哭诉 能够设下一个停损点 您可以允许自己哭几分钟 允许自己抱怨几分钟 但是抱怨完了 记得重新再来到上帝的面前 重新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天天都给力 天天都给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